而此刻,九寒门弟子施展神魂术法之后,却发现眼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不由得彻底惊呆了,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王师兄,你快起来啊,这小子怎么能一掌将你打成这样? 补天镜一层天的守门弟子还是不愿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由得看向青年,开口说道。 听到这话,青年看着夜晨的眼神闪过一抹惊惧,接着开口说道。 别再说了,这是真的,这小子不简单。 你们三个立刻联手,将这狂妄之徒拿下,要不然今日之事传出去,我九寒门就要沦为月魂玉的笑柄了。 青年看着夜晨,眼中闪过一抹恨意,冷然开口喝令道。 闻言三名守门弟子也是脸色一变,下一刻目光森寒地看向夜晨。 没想到你还真有几分本事,不过你太狂妄了,赶来我九寒门放肆,今日必定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 不将你出手镇压了,犹如我九寒门生威。 此刻,三名守门弟子悍然联手,一道道森寒灵气席卷而出。 他们三人同时冲向夜晨,手中的长刀利剑锋芒毕露,冲夜晨暴杀而来。 来得好。 夜晨看到这一幕却是丝毫不慌,反而立鹤一声不退反进,直接迎着他们冲了过去。 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六道森不是你们能随意侮辱的。 夜晨立鹤一声,直接冲入三人的包围之中。 此刻三名守门弟子的武器爆杀而来,一道道神通席卷。 辉弘的术法像是要撕裂苍穹,这九寒门的功法神通倒是实力不俗。 施展出来也的确强悍,他们三人联手的确爆发出不错的力量。 但是这一切在夜晨面前完全就微不足道。 此刻夜晨全身力量爆发,一道道灵气如同斩破日月的环宇般丰锐无双。 与此同时,夜晨手持煞剑,在三人的包围之中斩出了一道道寒芒。 无物不破的可怕剑芒,瞬间将三人的一切神通斩破。 毁灭神道,给我破杀了! 夜晨立鹤一声,毁灭神道陡然爆发,毁灭之力席卷而出。 下一刻,狂暴的冲击席卷开来,三名守门弟子直接口吐鲜血倒飞而出,而夜晨却是站在空中毫发无损。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阻拦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夜晨看着一脸颓然的四名守门弟子冷然说道, 此刻,青年等人也是内心惊骇,夜晨不过是天神镜七层天的实力,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越级战斗,这简直就不是人,是变态。 该死,你这狂妄之徒,竟敢到我九寒门闹市,真是自找死路! 此刻,青年看着夜晨满眼恨意地说道,被夜晨轻易打败,让他感到万分的耻辱。 没错,我九寒门岂是你能前来放肆的,就算你击败了我等又有何用, 你今天的这番作为,是给六道宗惹了天大的祸事。 就凭你,还想从我九寒门带走君墨,今日你若进了我宗门,你便必死无疑。 此刻,四名守门弟子纷纷怒骂,夜晨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了一抹不屑的糊涂。 看着四名声嘶利人恼羞成怒的守门弟子,夜晨不屑一笑。 既然如此,那你们就看好了,我今日能不能将君墨从你们九寒门带走? 夜晨冷声说道,下一刻,直接越过四名守门弟子,来到九寒门的山门前,狠狠一脚踢了上去。 九寒门山门直接被夜晨一脚踢开,而此刻九寒门内部也是传来震荡。 这么多年了,何曾有人如此胆大妄为,敢来九寒门闹事? 这让九寒门中的所有人都勃然大怒。 何放狂徒,敢动我九寒门山门,找死吗? 很久没有见到这么不怕死的家伙了,交给我,我要亲手抹除了他。 让我来,我要将他镇压在我的天寒风下,让他永生永世,遭受森寒之苦。 此刻,一道道怒吼响起狂暴而恢弘的气势席卷苍穹。 一尊尊实力强悍地存在,飞身而起,向着九寒门山门而来。 这些身影大多是九寒门中的内门弟子,其中不乏天才人物,一个个实力不凡,同时也心高气傲得很。 只是当这些人来到九寒门山门之后,却错愕地发现,胆敢踢开山门的人竟然只是一个天神镜的存在。 小子,你哪儿来的胆子,敢到我九寒门放肆? 哈哈哈哈,真是有气,一个天神镜的小子也敢踢开我九寒门山门? 不对,守门的那几个蠢货在哪儿? 他们就算再没用,也不可能任凭他人胡作非为,对我九寒门不敬。 此刻,有人发现了问题所在,目光不由地看向了山门之外, 却见青年等人都是狼狈地躺在地上,看样子显然受了重创。 一时间,这些人的目光惊疑不定地看向叶晨,这里没有别人,只是叶晨孤身一人。 只是怎么看叶晨这名天神镜的小子也不可能将都是补天镜的守门弟子打倒啊。 因此,这些九寒门的天才弟子都不由地迟疑起来,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非还有什么人隐藏在暗中,他们未曾发现不成? 而在这时,叶晨看到这些人的表情不由地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看着他们朗声开口说道, 各位,不用看了,这四个出言不逊的家伙就是我打倒的。 听到这话,九寒门天才弟子中,一位身材曼妙,长发飘飘的亮丽女子,却是美目流转,看着叶晨开口说道, 好,你不过天神镜,也能够打败这几个守门弟子。 当然,在下身为六道宗的首席弟子,没点本事怎么行。 叶晨淡然一笑,接着开口说道, 各位,在下名为叶晨,此行前来九寒门拜见, 却不想贵宗的几位守门弟子实在是无礼,竟对我出言不逊, 所以我没忍住收拾了他们一番,你们不会在意吧? 听到这话,众多天才弟子不由地脸色一寒, 叶晨看上去像是好好说话,其实根本就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毕竟叶晨打了守门弟子,踢开九寒门的山门,这完全就是挑衅呢。 这件事情没关系, 不过我们很好奇,叶晨师兄来我九寒门有什么事情? 此刻,靓丽女子看着叶晨淡然一笑,眼中却满是深邃,开口问道。 见状,原本对叶晨不满,准备出言呵斥的人也闭上了嘴巴。 这靓丽女子名为于子灵,在九寒门众多内门弟子中实力也排在前列。 而更为重要的是,于子灵天生聪慧,此刻主动开口, 肯定是有原因的。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好奇,叶晨前来九寒门做什么。 虽然叶晨不过是天神静的存在,但毕竟是六道宗的首席弟子。 六道宗早已不负昔日威名, 如今敢如此狂妄来到九寒门,不知是想做什么。 而在此刻,叶晨听到于子灵的话,却是淡然一笑,开口说道。 在下前来拜见,只是为了带一个人离开? 好。 听到这话,于子灵眼中金光一闪,随即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看着叶晨开口说道。 不知叶晨师兄想要带谁离开啊。 于子灵此刻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她在不久前听说过叶晨的名声, 听说是将镇元殿的天之娇女凤玉斯都击败了, 而且还表示凤玉斯只配做她的婢女,可谓是狂妄至极。 当然,这些消息按理说不应该传入于子灵的耳朵, 毕竟镇元殿的殿主杨天阳当时已经贺令整个南盛城的人, 谁敢透露出去便要追杀对方到天涯海角。 但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于子灵心思聪慧, 更是掌握着属于自己的消息渠道, 所以对叶晨倒是了解很多。 因此, 于子灵知道叶晨能够击败凤玉斯, 必定实力不俗。 而根据传闻来看, 叶晨在南盛城便与君墨关系不错, 如今君墨被太上长老尹香云要来九汉门, 恐怕叶晨正是为了君墨而来。 而这一切也不出于子灵所料, 此刻叶晨看着她胆然开口说道, 在下此行前来正是为了我的一位好友, 他名为君墨。 君墨? 此刻, 除了于子灵等几位已经猜到端倪的人没有太过惊讶之外, 大多数内门弟子都是面色微变, 惊讶地看着叶晨。 谁都知道, 这君墨是太上长老尹香云盯上的人, 而尹香云为人乖利, 喜怒无常, 同时最喜欢研究奇特体制, 他盯上的人根本不可能放过。 叶晨如今到九汉门要带走君墨, 完全就是和太上长老作对, 就算叶晨实力不俗, 但是面对太上长老尹香云, 也必定难以撼动, 此行完全就是找死。 正因如此, 于子灵虽然看到了叶晨此行的目的, 但心中却更加好奇, 看着叶晨美目流转。 叶晨师兄, 你应该知道这君墨是谁盯上的人, 我很好奇你有什么底气赶来我九汉门要人。 于子灵看着叶晨忍不住开口说道, 底气? 我的好友身处险境, 我不需要底气, 我只知道我必须要来, 叶晨嘴角勾起了一抹冷冽的弧度, 下一刻看向九汉门的众多天才弟子, 直接开口说道, 各位, 我不想与你们动手, 还是将君墨所在告诉我, 让我带他离开, 咱们相安无事岂不美哉? 笑话! 叶晨此话一出, 众多天才弟子都是纷纷冷笑起了, 叶晨还真将自己当根葱了, 区区天神镜, 赶来九汉门闹事, 还如此狂妄, 简直是无法无天。 叶晨, 别说我们不知道君墨在哪里, 就算知道了, 也不可能告诉你。 此刻, 一名天才弟子冷笑着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